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频道,本期节目我们将说说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世界,一个被誉为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的文学巨匠,李商隐的诗歌承载了他平生的心情和人生的苦难,尤其是他的六首诗,似乎在化解那些困扰住我们的烦恼,有人曾说,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出神入化, 而且主题难辨,但正是这种神秘感,使得他的诗歌深深地触动人心,在心灵沉静的时刻,品读李商隐如梦似幻的诗歌,仿佛徜徉在迷雾中,寻找内心深处的隐痛,这位古代诗人的作品中蕴含着千年来传递的深情,依然令人感动,李商隐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 正是因为他的情感丰富而真挚,这并非他天生如此,而是后天的环境造就了这位敏感,多情又略带自卑的诗人,一生不得志,不平之气欲结欲凶,李商隐历经积虑,却仍怀有治国报复, 然而,上天并未眷顾他,一直是给柯堂再给个锤子,甚至连他最心爱的妻子也先他一步离去,或许正如人们所说的,惠极必伤,情深不受,他还未老去,便因郁郁而终, 在今天的视频中,让我们一同走进李商隐的诗境,感受那深邃而动人的诗意, 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不要错过更多精彩内容, 这首诗通过描绘景色和表达情感,展现了诗人内心的孤独与淡泊,太阳残阳邪照,西遍山烟里,我来到一座茅屋,探访一笔特孤独的僧侣, 在这片凄凉的山野中,飘落的树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 寒云飘浮在天空,道路纵横交错,似乎没有尽头,孤身敲响初夜的钟声, 宁静的夜晚中回荡着悠扬的庆声,我随意地已在一根藤上, 闲散地凝视着周围的景色,这一切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在这微臣的世界里,我宁愿选择淡泊,不去过多的爱与增, 诗人通过描绘燕姿山野,茅屋孤僧的画面,表达了自己在尘世间的超然态度, 他敲响初夜的庆,已在藤上仿佛与世隔绝,对世事冷静淡泊, 这里的北青罗可能指的是北方的青藤,也许是诗人选择的一种象征, 代表他心中淡泊清净的理想,整首诗语言简练, 意境清新,通过对自然景色和内心感悟的巧妙描绘, 使读者沉浸在一种宁静淡泊的意境之中, 诗人通过这样的表达,表明了对世俗的超然态度, 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超脱,二,谢书, 威意何曾有一毫,空写笔宴凤龙涛, 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现王翔的佩刀,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微薄的心意和对清高境地的追求, 让我们深入解读这首诗,并尝试以白话文的管道呈现, 这首诗短小惊悍,共有两句, 首句写到了诗人微不足道的心意, 第二句则表达了他对清高之静的向往, 首句,威意何曾有一毫, 空写笔宴凤龙涛用简练的文字传达了诗人微薄的心意, 其中,威意指微小的心思, 微不足道的意愿, 何曾有一毫则表达了这微不足道的心意几乎没有实质的分量, 接着,空写笔宴凤龙涛描绘了诗人虚空的携带着文房四宝笔宴以奉献给龙涛, 这里的龙涛可能指的是君主或有权有势的人物, 整句话的意思是, 诗人的微薄心意几乎微不足道, 却愿意虚空的以文房四宝奉献给有权有势者, 第二句, 自蒙半夜传一后, 不限王翔的佩刀揭示了诗人对清高境地的向往, 这里的自蒙半夜传一后指的是在半夜里自发的传一, 可能是表示自律, 自往清高之道, 接着, 不限王翔的佩刀表达了诗人并不极度王翔能够佩刀, 这里的王翔是指东汉时期的王翔, 他是个以清高著称的人物, 有不限王翔的佩刀的意思是诗人不羡慕追求世俗权谋的人, 而是向往自由自在, 清高超脱的生活, 总体来说, 这首诗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内心微薄的心意和对清高境地的向往, 通过描绘自己愿意虚空奉献微不足道的心思, 以及不羡慕追求权谋的人, 表达了诗人淡薄名利, 追求内心清高的思想情感, 三、赠荷花, 世间花叶不相伦, 花如今盆叶做尘, 唯有绿和红汉淡, 卷书开河认天真, 此花此夜长相应, 催剪红衰仇杀人, 通过描绘荷花的景象, 表达了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沧桑, 现在, 让我们用白话文翻译并深入赏息这首诗, 这首诗共有三句,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 诗人描绘了世间花叶的不相伦, 花变成了尘土的景象, 接着, 他通过描绿和和红汉淡, 表达了它们在天性中自由舒展的状态, 首句, 世间花叶不相伦, 花如今盆叶做尘, 诗人通过这两句表达了世间万物都经历着变化, 花和叶本应该是和谐相伦的, 但如今花已经成了盆中的尘土, 这里的尘可能指的是世俗的俗世, 尘世的沉沦, 通过花变成尘土的描写, 表达了时间流逝和生命短暂的主题, 接着是第二部分, 唯有绿和红汉淡, 卷疏开河认天真诗人在这里通过描绘绿和和红汉淡, 表达了它们在天性中卷疏开河的自由状态, 这里的绿和和红汉淡可能代表了生命中的美好瞬间, 它们不受束缚, 任由自然的力量驱使, 展现出一种天真纯洁的状态, 整句话的意境是在表达生命中的美好瞬间 是如此的宝贵和自由, 最后一句, 此花此夜长相应, 翠茧红衰仇杀人描述了荷花和荷叶相应城区的美景, 但也隐含了生命的衰败和时光流逝, 这里的翠茧红衰揭示了花叶的凋零, 表达了生命的无常和不可抗拒的沧桑感, 最后的仇杀人则加深了对时光流逝和生命短促的感叹, 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生沧桑的深沉思考, 总体来说, 这手赠荷花通过描绘花叶的变化, 表达了对生命短促和时光流逝的感慨, 通过对绿河和红旱旦的描绘, 强调了生命中美好瞬间的珍贵和自由, 最后通过对花叶相应的描写, 表达了生命衰败和时光不可逆转的主题, 整首诗意境深远, 引人深思, 四, 记令狐狼中, 松云秦树久离居, 双里迢迢一纸书, 修问良缘旧宾客, 茂陵秋雨并相如, 通过写信给令狐狼中, 表达了诗人对离故乡的思念之情, 这首诗一共有三句,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 诗人描述了自己长时间离开松山和秦树的家乡, 接着, 通过写信给令狐狼中, 表达了对顾原的思念之情, 首句, 松云秦树久离居, 双里迢迢一纸书, 描述了诗人长时间离开了松山和秦树的故乡, 这里的松云和秦树是故乡的地名, 通过描绘这些地名, 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接着, 双里迢迢一纸书揭示了诗人通过一纸书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这里的双里可能指带书信的内容, 是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整句话的意境是通过写信来传达离乡的心情, 显示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深思念,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修问良缘旧宾客, 茂陵秋雨并香儒通过写信, 诗人嘱咐不要问故乡良缘的旧宾客, 因为在离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变化, 然后, 茂陵秋雨并香儒描绘了茂陵秋天的雨水, 可能指带了故乡的景色, 最后的香儒是个人名, 这里可能是指战国时期的楚国人物范遂, 他也是一笔特离乡的人, 与诗人有类似的遭遇, 整句话的意境是通过写信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 并暗示了离乡人的相似遭遇, 总体来说, 这首纪令狐郎中通过描绘松山和秦树的离别, 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深思念之情, 通过写信给令狐郎中, 展示了诗人对故乡的眷恋, 和对离乡人的共鸣, 整首诗意境宁静深沉, 传达了离乡的苦楚和对家乡的深情厚意, 五,贾生, 宣誓求贤仿竹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通过描绘贾生的才情与遭遇, 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和深沉的思考, 这首诗共有三句,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 诗人通过描绘宣誓求贤的场景, 引出了贾生的才调超群, 接着, 通过写贾生夜半虚前席的境遇, 表达了对时局的不满和对神灵的疑问, 首句, 宣誓求贤仿竹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描绘了宣誓求贤仿竹臣的场景, 宣誓可能是指宣誓书院, 而求贤仿竹臣则是指招募贤财, 感逐不称职的臣子, 在这个背景下, 贾生的才调被赞叹为无与伦比, 这里的贾生可能是指当时有才华的人物, 或者是虚构的人物, 通过他来代表那些有才华的人,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通过描写贾生夜半时的境遇, 表达了对时局的不满, 夜半虚前席可能指的是贾生独坐在虚空的席子前, 这里的可怜可能表示对他的遭遇感到惋惜, 而不问苍生问鬼神则表达了贾生对于苍生的漠不关心, 反而更关心神灵的问题, 这可能暗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 让诗人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 整首诗通过对宣誓求贤和贾生才调的描绘, 表达了对有才华者在时局中的困境和对时局的不满, 假生夜半虚前席的境遇, 更是表达了对当时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公的痛苦, 通过不问苍生问鬼神来表达对时局的失望, 强调了对人类社会深刻的思考和对神灵的寻求, 整首诗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社会思考和对时局的反思, 六, 暮秋独有曲江, 荷叶生时春恨生, 荷叶哭时秋恨成, 深知深在情长在, 畅望江头江水生, 通过描绘荷叶的生长和凋零, 表达了人生的变换和情感的沉思, 这首诗共有四句,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 诗人通过描绘荷叶在不同季节的状态, 寄托了对时光流逝和情感变迁的感慨, 接着, 通过表达自己对于情感的深刻认知和对自然声音的怀念, 表达了对人生深层次思考的感慨, 首句, 荷叶生时春恨生, 荷叶哭时秋恨成, 描绘了荷叶在生长和凋零过程中, 表达了对于时光流逝和感情变迁的感慨, 这里的荷叶生时指的是春天, 而春恨生则表达了在春天生长时产生的某种撕恋或遗憾, 接着, 荷叶哭时指的是秋天, 而秋恨成则表达了在秋天凋零时产生的情感, 整句话的意境是通过荷叶的生死过程, 抒发了对光阴意识和感情变化的深切感慨,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深知深在情长在, 畅旺江头江水生通过这两句表达了对情感的深刻认知和对自然声音的怀念, 诗人深知自己身在世间, 但对情感的依恋却长存不衰, 最后一句畅旺江头江水生, 通过对江头江水生的怀念, 表达了对宁静自然声音的向往, 也可能是对纯真, 深沉感情的追求, 整句话的意境是通过对情感深刻认知, 表达了对真挚感情的向往和对宁静自然的怀念, 总体来说, 这首暮秋独有曲江通过荷叶的生长和凋零, 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感情变迁的感慨, 诗人深刻认知自己身在情长在, 通过怀念江头江水生, 表达了对真挚感情和宁静自然的向往, 整首诗意境深远, 引人陶醉在时光与情感的交融之中。